各位同學,我們在存這個AutoCADDWG檔的時候 這規劃這邊是DWG預設 然後我們以這個AutoCAD2004來做示範的時候 我們在進行下一步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資料比例調整 選擇不同的情況會有不同的結果 如果是以D 剛才我們有請一個同學去測試 發現哪幾個是比較OK的 第幾個,第一個 第一個,基準試圖比例是OK的 還有一個是圖紙比例模型空間 這個是OK的 還有一個是完全比例模型空間 換句話說就是模型空間 模型空間是OK的 其他兩個配置的都會出現放大或者是縮小的現象 所以各位同學在存資料比例的時候 請你選擇模型空間 也就是基準試圖比例 圖紙比例 還有完全比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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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